看新片作家九把刀的创销小说 《楼下的房客》在10月要开拍成电影 制作人财志平跟导演崔震东 是大手笔找来了香港影帝任达华 还有金马影帝李康生 一身利落黑色净装 香港影帝任达华特地来台位 新片楼下的房客宣传 不过开口第一句话居然是 有牛奶喝吗 你要喝奶啊 我有喝牛奶 真的啊 怎么那么大还没断奶啊 怪怪又任性的开场白 因为任达华在片中 就是演一个喜欢脱盔房客的怪房东 他坦诚这是他演过最困难的角色 最难的部分就是认为我的硕博语 真的 那你要练啊 你多多年 我会练啊 有老师啊 放心 放心 大家放心 大家放心 放心 我会好好学习 是 改编自九把刀畅销投名小说 楼下的房客 书本身就是限制级 里头不乏裸露 犯罪 甚至虐杀情节 都将原汁原味搬上大一幕 而金马影帝李康生 则在戏中饰演房客 不仅率先预告有大制度创信 而且对象还是个男的 我在戏里面饰演 特殊性关系 好熟的五个字啊 但是我是演一号的 而至于书中长相无害 却十分残忍的女房客 则是由新生代理演员 邵雨薇单纲演出 第一次拍电影就讨战女主角 还要轴旋在两个影地之间 会崩出什么样的火花 让书迷期待满满